听说打算买个复古车 宝马拿铁 这部得改改 稍微改改 想好怎么改了吗 没有 装个手机支架 你装了吗 我不装 装支架那叫复古车吗 复古车谁装手机支架 纯粹 哈喽大家好 新的一期摩托视频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买的这台宝马的拿铁 也就是整整一年多以前 我第一次骑宝马拿铁 然后那台车是我租的第四台车 我租的是一个高配的拿铁 然后当时我骑了那台车之后 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它挺好骑的 但是很多人过来怼我 说你是不是没骑过多少台车 你怎么会觉得拿铁好骑 拿铁一点都不好骑 然后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这一年的时间 我租了很多的车 然后回过头来 再跟大家去分享 可以很负责人的说 拿铁确实不算好骑 但是我自己还是买了一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一直跟大家强调 就是我喜欢复古类型的车 我骑车并不是为了骑多快 而是就想拿一个样 有人说骑帅不骑快 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像大猩猩不是曾经说过吗 如果你买了一台车 你锁上车 回过头你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那就证明你买错了 但是拿铁对我来说 就是把它停在那 我也愿意多看它的车 确实拿铁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 骑车一年多的人来说 它不是很好骑 我也不是很推荐 就是比我还新的纯新手 去买这辆车 但是总的来说 在这一年多时间 我骑了这些车里面 我最喜欢两款车 一台是宝马的拿铁 还有一台是凯旋的大攀爬 但是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大攀爬一定是 你骑起来之后 你能够感觉到它的魅力 但是现在 尤其是天慢慢变冷了 然后到年底 我也越来越忙了 如果说我真的没有时间骑车 那我花了十多万 买了一个车 摆在那的话 这两个车相比较来说 我觉得光看拿铁 会更让我赏心援目 所以它虽然是不好骑 但是我还是把它买了回来 OK 回到这辆车本身 实际上我的这辆车 它不是新款 现在最新款是2021款 那我这是2020款 新款的指导价 168,900 在官网上我看到的 是Scrambler的一个攀爬 拿铁实际上也分 比如说我去年租的那台车 它是一个高配 最明显的特征是 前面是金色的前叉 并且它前面是两个一表 然后我攀爬 以及最低配 它都是单表 还有就是攀爬 它旁边的排气 位置比较高 然后高配 它的排气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你从外观上 能明显看出两者的区别的 另外在2021款 其实还新出了不同的版本 除了最开始那三款 还出了一个叫做城市探索版 它前面这加了一个罩 并且有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配色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拿铁在我过去的感觉 我以为说拿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咖啡的拿铁 你好 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 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但实际上呢 之后我去查了资料 以及呢 我前一段去参加了宝马的一个模拟活动 我看他们官方的那个介绍 我才知道原来拿铁 英文它叫R90 宝马 这个最开始的那个R32的摩托 推出了90周年 为了纪念 所以推出了宝马拿铁这款车 所以真正拿铁算是根正描红的R系列 也就是归类在继承者系列的 它和后来出的R18呀 以及之前的R系列 都是同一个系列 比如说它有标志性的这个 拳击手的发动机 而且呢 它是风冷油冷 同时存在的一个拳击手发动机 这个是很难在其他品牌车上 找到的一个特征 OK 说了这么多呢 我给大家跨上这个车 看一下这个我的坐姿啊 那这台攀爬呢 其实比我之前租的那个高配 实际上坐高还是要高一点的 但是呢 你看像我这个身高 我仍然可以双脚接触到地面 其实这个是我考虑 作为日常代步车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基本上每天上海班都在骑这台车 OK 打着了给大家听一下啊 就是它启动的时候 也会左右抖动 这个是拳击手发动机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不会像我之前体验的那个R18 那个洲际那么恐怖 那种抖动 我感觉我都浮不住 但这个就很好 就是它只是抖动 让你兴奋一下 但是不会给你很大的压力 然后拧一下油门听的声音 然后它这个 你看它有一个特别浅的 一个天蝎的标志 也就是说它原厂就是天蝎的排气 好 我先把它熄火了 可能声音会有一点大 那我觉得拿铁 其实推出了很受欢迎的一个点 是在于很多的人会发现它特别适合改装 它的改装潜力真的巨大 所以如果你在网上搜索的话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拿铁改装的案例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其实从骑了这段时间 以及我去看了各种改装案例之后呢 我觉得稍微偏素一点的车 或者稍微简单一点的车 是我喜欢的风格 我不想把它改的特别复杂 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手把镜 越看它越便宜 我还是更想把它换成原厂的 在这个位置的后视镜 因为我觉得更符合攀爬的风格 然后像手把镜呢 可能更适合那种高配的改装 比如说改这种向下的手把镜 然后下边再加一个那种底下的一个扰流罩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看到可以从单表改双表 这个其实我有点想改 因为单表它是没有挡显 以及没有油量显示的 这辆车啊 我再骑下来 感觉它还是比较费油的 就同样是这个差不多啊 1200cc 它实际上是1170cc的排量 但是要比我骑过的 比如说像凯旋的 1200cc的车型 要明显费油很多 骑到快没油的时候 然后你只能通过这个亮灯 你去判断是不是没油了 另外呢 就是包括一些其他的很细节的改装件 我也从网上看了各式各样 就是其实我自己心目中也有一个想要改的一个方向了 一点点来吧 我觉得通过这辆车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 先去研究怎么把它骑好 我前一段看了有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就是新手总是去研究哪台车好骑 而真正的骑士呢 它实际上去研究的是怎么把一台车骑好 那现在呢 其实这个是我想要去追求的方向 也就是我想把这台车呢 去通过不断的磨练自己的技术 去把它骑的更顺手一些 实际上这辆车我在刚买回来的时候呢 我有一些纠结 就是当时刚把车提回来之后 尤其是在我骑过了一些比较现代运动的车型之后呢 我发现这台车和我一年多以前骑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看起来仍然很好看 但是骑起来真的像换挡的时候 它的这种顿挫感 以及呢它动力的输出的感觉 再加上左转右转的时候 它虽然重心很低 但是相比较那些很现代的车 它带来的这种特别轻盈的感觉 那这辆车呢明显又不是 它确实挺重的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骑行之后呢 我发现它的这种乐趣 就是慢慢的会让我感觉到 我必须要去需要适应它 必须去摸索这辆车的风格 而不是像我之前骑那辆KTM 890 刚一上手就感觉到 我的手脚得到了延伸 就特别的顺手 好像那个车长在我身上一样 而这辆车不是 它绝对不算是适合新手去好骑的一辆车 但是呢 我觉得从长时间的骑行的感觉 它更像是一个可以陪伴你一起成长的一部机器 OK说了这么多感觉啊 来说说它的缺点吧 首先一个呢 就是刚才说到了它的感觉换挡并不是很平顺 原因是在于这个拿铁呢 其实在宝马的整个车系里面 都算是电控比较少的 比如说它没有什么快排啊 什么滑动力和这些东西 然后也就是有ABS 但是新款2021款它的电控系统会更多 而且像攀爬呢 它还提供了不同的驾驶模式 但是像我这个2020款呢 都没有 所以骑起来它其实是偏复古 偏纯粹 偏原始的一种感觉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可能比我还新的新手 我不建议大家去拿这个车作为第一辆车 另外就是来自于这个比较独特的拳击手的发动机 那它当然是凸出来的 稍微有点点宽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经过一些比较窄的地方的时候 就不那么方便了 可能会怕磕到它 我上次还骑着这辆车去试的是跑山 当然我是在一个人很少的工作日 并且找了一个人很少的时候 我也不喜欢组团 就是想自己骑着这辆车去感受一下 然后我发现其实它在压弯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种全新手发动机 它的重心低 还是能给你带来有一些其他的车带不了的一种感觉的 但是在过程中 比如说你给油的时候 它的这种左右晃动的感觉 又会反而成为你的一个压力 就是你必须要去熟悉它 必须要知道它的这个抖动在哪 而这种摆动是在什么节点 你才能真的去跟它形成一个默契的配合 不然呢 如果你骑着一辆拿铁去跑山 绝对会让你觉得怎么一直在较劲 这种感觉 但是反而是这种感觉 是我认为 就是骑摩托应该是真正追求的 就是它就应该有自己的性格 其实之前我去骑哈雷也跟大家说 就是我挺喜欢哈雷的 是因为它有性格 反而现在汽车慢慢的 我觉得因为上下班真的太赌了 它就更偏向是一个工具了 而摩托绝对是一个玩乐的大玩具 相信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就是对这辆车种草 是源自于那个 阿汤哥的谍中谍系列的电影 阿汤哥骑着这辆车 然后穿着一个皮加克 对吧 在城市里跟一个车飙车 当时也是骑着一个攀爬 然后并且呢 也是改的这么一个手把镜 所以当时我就对这辆车种草了 但是确实发现呢 骑回来跟我之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无所谓嘛 我觉得这辆车就是一个 骑帅的一个感觉 所以也不需要真的说去较真 这辆车好不好骑 或者说这辆车到底操控怎么样 实际上骑这辆车的人呢 日常可能最多出现的场合 就是咖啡馆啊 骑着这辆车去喝杯咖啡啊 然后有一个网上的调侃呢 就是说你看这个骑士们都怎么穿啊 穿皮衣身皮衣的 可能是骑杜卡迪的 然后穿的跟新浪官似的 可能就是骑拿铁的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喜欢的一个风格 OK好了 这辆车呢 其实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借到21款的车 或者我找找有没有地儿有21款的车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车呢 说是21款和我这个20款 它会明显的变得好骑很多 所以如果我体验了之后 我也给大家拍一个视频分享 OK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种很主观的视频 可以给我点个赞 甚至给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